今天是2月4号下午的18点35分 直到目前为止 股民想象中的大利好一个都没来 估计股民和鸡民又要失望了 很多人担心明天的周一会出现大跌 那么到底会怎么走呢 还有就是这一轮A股撒跌以来 股民的信心可以说是非常之差 已经失望到几点了 甚至比2015年股灾的时候还要差 那为什么A股现在就会走成这样子 要股民鸡民完全失去了信心 到底这个市场发生了什么 还有就是周末又爆出了一些 让大家揪心的一些事件 还有一些利空 这对A股来说就是一个不好的现象 现在稍微有一点点大量利空 就会造成A股的大幅度撒跌 血流成河 那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的最高层 为什么没有出现实实在在的有效出失 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 下周A股的底在何方 2666能不能守得住呢 如果2666守不住的话 那前面低点2444能不能守住呢 如果240守不住的话 那我想问一下大家下一个底在何方 2000点吗 怎么看 大家这些问题 我们就盘面做一个全面的熟通 重点来看一下这一轮A股下跌 为什么股民损失惨重 股民信心越来越丧失了 股民已经是非常之绝望了 谁造成的盘面 我相信大家有一个有一个心理的预期 什么预期 有人跟我说 我亏了20个点 我就割入了 我就不完了 但是当你亏了20个点的时候 我现在大家还在想一下 突然一下子来个大利好 是吧 又高开了 心情又好了 结果一冲进去又不行了 就好比说A股在近期 上升指数出现了四连羊 很多人一下子看到新闻了 直接在这里加仓 在这里追高 结果后面这5天连续下跌 尤其是周五的一个什么 一个大跌 导致了很多人开始 大亏甚至爆仓了 一下子把大家给怎么给打到沟里去了 那这种情况下到底是谁造成的 如果大家听懂了这背后的一些事情 我相信大家能够有所收获 在讲这些之前 大家平时去一波888支持一下 现在看看中波发生的一些事 这个事 其实我在前面四面来跟他讲过 稍微的给大家留一下这个事 一个是关于做空的 做空的机制 非常非常的完善 非常的猖獗 但是我们高层并没有实实在来的 一个有效的遏制 所以 现在爆出的一些数据来看 不仅仅是大股东通过 限收股的转融通出借 做空 现在还爆出了一些 ETF基金的一些持仓 被出借了 还爆出了基金的持仓被借出了 反正一个话就是这个转融通 使空方的力量 死无全力的强大 哪怕是在2014 205年 我觉得也没这么悲观 为什么 老股民经历过2014 205年的那波 这波那波杀跌 那波千古跌停 对吧 但是大家心里都有一个点 什么点 在这个高位下跌了以后 是吧 开盘股票就跌停了 但是大家心里都明白 我跌停了 你也跌停 所有人都是跌停 所有人都是在同一起码线上 对吧 所以逃不掉 大家心里很平衡 就这么个节奏 但是 大家经历过205年 那个那种股灾是下跌 那种千古跌停以后 再回到现在这个市场 尤其是老股民心里更加不平衡了 2014 2015年那波流失后的高点 在高位跌下来 它至少它是赚钱的 对不对 跌回去的可能是它的利润 只要你不加杠杆 不但高位加杠杆 应该都没大问题 但是这一轮的下跌 就非常的让人无语了 你很伤心了 对不对 关键是很多人在低位加了杠杆 有些人可能在3000点加了杠杆的 是不是 有些人在2900点加了杠杆的 结果3000点加杠杆的 2900点加杠杆的 都被打爆了 这个就让人非常难受了 非常无语了 有两个人已经跟我说爆仓了 这种 而且他跟我说 他是在3000点以下加了杠杆 那你想想是吧 这段时间的杀跌是不是很厉害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其实 因为我们现在面对的 就是一个加速下跌 就是一个股债 为什么说股债呢 看这里就知道 2024年开始到 2022年的2月份 21号收盘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的几大指数 上证指数跌到8.23 像深圳城市跌到15 这个北镇50跌到28 创业版跌多少 跌到18 科创50跌到20 跌到最小的上证跌到8个多点 上证之所以跌到8个多点 还是因为什么 国家队的护盘 国家队在不断的买入大金融方向 银行 珍珠头 还有包括这个沪深300的ETF 这些指数在护盘 矿机指数 所以如果没有国家队 护盘了这些之外 我相信上证指数 跌幅应该也要超过10个点 可以说这就是一轮股债 你想想 一个月的时间里面 指数跌了20个点 或者达到20个点以上 我问一下你个股跌多少 很多跌了40个点 很多跌了50个点 你说这种情况下不难受吗 这种情况下不报仓吗 是吧 非常的难受 那造成这种原因是什么 而且还是在底部出现这种大跌 现在大家都在找下跌的原因 其实根据现在行情 与2014 205年行情来对比 作为一个十几年的股市参与人 我感觉这个市场 越来越看不透了 为什么 因为这个市场的公平性越来越低了 我说公平是什么意思 就比如说2015年我刚才讲了 是吧 开盘就跌停 那所有人都在同一期吧 是吧 你跌停 我也跌停 反正你跑不了 我也跑不了 这个就这样子 但是现在是什么 现在是下跌 我们散户 T加1 但是除了散户之外 包括一些大的散户 它也可以通过是吧 永圈借出 实现T加0 也就是说 散户也 大散户也好 私部也好 基金也好 量化也好 包括外资也好 其他资金几乎都可以实现T加0 这明显的就是是吧 不太靠谱的 感觉散户就是被他们这一圈囊围绕着在割韭菜 但问题是现在爆出来很多人说 私募也亏钱 基金也亏钱 大户也亏钱 那我就请问一下大家 这段下跌过程中 水水是最惨重 肯定是散户 他们亏钱 那可能他们操作有些问题 操作不断受导致 但是散户是百分之百 没有没有大机会的 为什么 因为你不能做空 你只能做多 到关键是指数一路下跌一路下跌 你只能做多 你只能涨起来的赚钱 他们的话可以通过什么 通过做空 减少损失 甚至做的好的 他还可以赚钱 就这波节奏 这一轮A股下跌可以让 很多股民都清醒了起来 因为现在大家感觉一下子 这两年股民都清都聪明了 我说聪明什么意思 感觉市场爆出的问题一下子全都明了了 对吧 你看有转融通的量化的 包括rpu的一些问题 包括大股东减私的问题 包括财务造假一些问题 一下子全爆出了 股民一下子全都是什么 全都明白了 全都慌了 那为什么在如此的情况下 我们的股民还在坚持 甚至有人有些股民跟我说 以前我很看好中国经济 看好中国股市 我甚至看好中国的未来的大的发展 但是现在我对这个市场失去信心 甚至对中国的经济失去信心 甚至对这个国家也失去信心 我觉得这个就有点点严重了 是不是 如果再这样跌下去的话 那么作为中国中国的这一大部分的中产 我说中产大家应该知道是什么意思 有钱的 是吧 他不在乎在股票里面这一点点得失 没钱的 他没他更没有什么更没有参与 所以股市里面的大部分人 属于中产这一块 中产是你说钱多吗 他不是很多 你说钱少吗 他还有点赢 还有一点什么有点钱剩 所以他就拿着买股票买基金 但随着这些人把他的一些资金 把他辛辛苦苦赚的这些剩余的钱 甚至有些人还是借钱 全都套在股市里面 全都亏在股市里面的 我先问一下大家 这个时候你心里是怎么样的 心里肯定是不好受的 甚至还有人是吗 把他的生活搞了一团糟 不说别的了 你的消费是不是降级的 对吧 消费的话以前的话可能 哎呀这个什么 想吃想想吃就吃 想买就买 但是现在你看到有些东西 哎呀确实是 能避开就避开 能不买就不买 这是以前买的可能是10块钱的东西 现在有每个5块钱东西 我可能也就买了 对不对 消费又降级 这是很多股民 或者说很多的机民心理 会产生巨大的变化 感觉自己辛辛苦苦 创造的财富就这样蒸发了 就这样被某些 人或者某些利益团体给圈走了 对整个市场失望了 对整个的经济感觉失望了 所以这种情况下 我们我们的高层必须要解决这些问题 必须要什么 赶紧的给出态度 不然的话这种方面 想要反弹 想要缓 想要反转的话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为什么这么说 大家可能会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在3400点接下来 里的就在这里 这里 当时放出了一个超级利好 降硬换税降了50% 大家老股民应该知道 以前降硬换税的话 A股几乎都会暴涨 甚至还出现个全线涨停的一个情况 但是在这里 出现了一个什么高开低 走到大的一个阴性 马下压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以前能够大暴涨 那这里出现降硬换税的 为什么不能暴涨呢 其实就跟我们在2015年股灾以后的中国 这个什么 制度上面的一些改变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在2015年后面的话出差了很多的一些政策 但是 现在回头一看 这些政策 几乎都是利于什么 利于 做空的多方的力量被限制住了 我说这个大家应该能够理解 就比如说 在某些票突然一下子涨了几个板 涨停了 或者说涨涨幅方方的 高层就会问 你这个票这段时间突然出现这么大的涨幅 到底是什么原因的 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云生是吧 但是股票跌了一塌糊涂 股票跌了一半了 跌了甚至不到一半了 上面有没有问过 给股民的给股民的一个 心理的一个语气就是涨了 是吧就问跌了就不管 反正一句话就是不想让你涨 是这么个意思吧 这个我觉得只是一个 只是一个现象 不能说高层 它是这个意思 我觉得完全没这个意思 但是你会发现一个问题 这里降了一花税以后 为什么会出生这种下跌 这个就不得不说 是因为在2015年股灾以后 股市的一些操作 一些政策出现变化 比如说 限售股的转融通 这个东西对整个市场杀伤力非常大 我在前期跟大家讲过 大股东对吧 大股东 吃A股市场里面吃上最多的 那么他们可以通过转 限售股转融通借出去的话 那你想想空头的子弹是不是源源不断 好 在这里高层禁止了 就是不说禁止的话 是暂停了 限售股的转融通 但我想问一下 限售股转融通暂停了 那么以前上市的大股东 就是它 上市好几年的 大股东的股票有没有有没有限制 没有吧 所以它仍然可以大批量的借出 去做空 大批量去借出砸盘 还有就是在这个周末传出了基金的磁仓 被借出去砸盘了 那我在中午的时候还有 有个人跟我说 哎呀哎呀 这个基金的磁仓股票怎么会做空呢 其实它也是通过转融通出去的 通过转融通出去你要做空 说白了就是转融通 到底是吧 是 给了空头 给了这些资金做空的一个什么 源源不断的子弹 提供的源源不断的子弹 还有一个 大家一直想问 为什么转融通 又有利于空方做空 源源不断的提供这个票源 高层就是不禁止的 其实转融通转的是票 说白了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转价风险 转价风险 我我前面跟大家讲过 因为不能明讲只能这么说 以前 A股一下跌一大跌出现连续的暴跌 那么很有可能就会出现什么 出现系统去风险 自家盘爆仓等等这些问题 但现在的话你看这段时间跌的这么惨 感觉自家盘 这个爆的也不是很多 所以说券商他说两融是有些人爆了 但是这个质押盘目前是相对比较稳的 感觉他并不担心 那为什么呢 因为 大股东 要自家的很多是通过转融通已经借出去了 把什么通过转融通把风险分上去去 他分上到哪里去 分上到股名头上去了 分上到鸡名头上去了 所以他这个风险就分上了 哪怕你出现暴跌出现大跌 他也很难会出现那种什么崩盘的节奏 所以现在这个A股你看 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什么情况 我们的高层 在几个月前 8月份去年8月份以来 就提倡要什么活跃资本市场 要打造金融强国 但是每次处理好 你会发现一个问题 就会高开低走 直接打盘 从8月份以来到现在 每一次都是这样子的 直接有利好 他就高开低走上 那为什么会这样的情况 其实说白了就是 空方资金利用了转融通的 这个东西是吧 在高开的情况下 通过永确做空砸盘 获得这个差价 这个只是其一 还有一个就是他可以是吧 利用这个票源 利用手中的一些票 把指数砸下来 在护身300 上振50 中振500 中振1000 等这些指数上面做空 达到赚钱的目的 说白就是是吧 两方面都可以赚 而且这个 这个赚钱的这个效率 这个赚钱的这个 力度比做多更容易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 A股从上面3400.1路接下来 每一次出利好 就什么就被砸盘 感觉什么利好都没用 不管你放什么利好 他都被你砸了 不管你说怎么样 股民每一次充满信心 冲进去的时候 但是留给你的直脚伤心 直脚背套 直脚大跌 那很多情况到底是谁在赚钱 赚钱的自然有人就有一些 做空资金还有一些大股东 所以我在前面讲 我说这一段时间 A股下跌 感觉不能获利的只有散户 对不对 因为散户你是只有涨才能赚钱 但除了这个散户之外 包括一些大散户 他甚至都有可能获利 大散户的话 有些人他可以开通融券做空的 他可以开通国子期货的 他也可以在国子期货市场开开空单 对不对 他开那么几手空单也可以 但我们的没有融券资格的 没有这个国子期货权限的 这一部分人那就是损失常众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A股涨起来很难 为什么 因为有一部分人 他利用了这些做空的工具 利用这些做空的一些漏洞 是吧 完成了财富的增长 反正一句话就是你放利好了 我就在高位用点券砸盘 以后我马上开空单 直接把它压下去压下去 我空单赚起来 我可以平仓 是吧 那以后我在高位融圈 融圈卖出的 我也可以在低位买回来 反正 差价也出来了 这种做的方法可以说 对于有幸来说 对于某些机构来说是炉火存青 你看看每次这样子这样子的 所以我们的市场 高层一直在强调要什么 要打造活跃市场 要保护投资者力 可是从现在的情况来看 投资者反映最大的问题 一个都没解决 是不是 好 我们回到 回到这个市场 既然A股已经走成这样子的 到底底在何方 在网上我看了一些消息 感觉现在股民鸡民 对整个A股完全失随信心 现在大家都在说 宁愿去追高外围的指数 宁愿去追高外围的基金 也不用抄理中国的股市 抄理中国的这些基金 为什么会这样子 其实说白了就是一个信任的危机 我们的信任已经下降到一个极点 对谁的不信任 对村里的不信任 还有对上面的不信任 自然而然对证券公司 就更加的不信任了 对那对信公司 还有对什么 对基金公司 现在也是非常的不信任的 大家都知道 以前买基 以前基金是发行是比较火热的 现在你看到没有 很多基金基本都发不出去 没人愿意买基金 没人愿意升个基金 就是 所以这种情况下造成的盘面 股股市的一路下跌 在中午的时候有一个人跟我说 我以A股在下跌的原因 很多人说是什么 是IPO是新股造成的 我已经有一年没有升个新股了 那为什么IPO这么多的时候 这IPO还能够发出去 这里可能很多散户朋友也有这个疑问 我告诉你一个最简单的问题 你是不申购了 他不申购了 但是仍然有人申购 那么这个申购是谁的 大家知道吧 基金 你不申购了 基金在申购 你就看一下 近期上市的 很多是基金在申购 对不对 是基金在接盘 那很多会说 那基金接盘 如果它是高位接盘 那是吧 高价格太高 直接高位掉下来了 那这个基金不是亏钱的吗 基金很有可能是亏钱的 但是我相信亏的是机民的钱 亏的是机民的钱 至于基金公司能不能亏钱 大家觉得能不能亏钱吗 不会 基金公司它收的是管理费 对不对 你基金亏钱的 我不管理 管理费我照样收 基金经理会亏钱吗 基金理收的管理费越多 他可能就自己的口袋越满 对不对 所以 这就是当下A股的什么 一个关键的问题之一 为什么基金愿意接盘 这里大家知道知道吗 还有 这里透露出了一个新的问题 什么问题 转融通 高层为什么不停 因为转融通一停的话 我告诉你 新股估计很难发出去 如果你把转融通停了 那么基金在高位 或者说是在 是在高价接盘的这些股票 他就出不去了 他出不去怎么办 损失非常大了 对不对 所以 现在股民 包括很多机民一直强调 一直在说 要什么 要 停止的转融通 但是你想想 这转融通事件从高位掉下来 爆出来以后 多少了 几个月了吧 一直没有停 一直没有什么 一直没有关 这么这么严重的下跌的情况下 他还是没有停 其实涉及到的行 环节 非常的多 因为你这个东西一旦转融通停了 会影响到其他很多的一些交易环节 很多的一些环节 所以现在你发现没有 就是在这两天高层出来一个消息 反正总之的话 就是再测试一下 转融通这个是停了以后 对市场的影响 大概很多人会预计 转融通要停的话 可能要到三月份以后了 那就也就是说 现在才二月份 二月几号 都得除了春节放假的话 还有很长的时间 可以让空头完成做空 你看 我估计现在的空头已经封了 已经逼疯了 这也许就是他最后的疯狂 一旦三月份以后 转融通这个市停下来以后 想要像现在这样疯狂的做空 这样的大屋 快速的肆无忌惮去做空 去赚钱的话 那是很难的 所以我在前面一直跟大家讲 一直跟大家讲 我说 记住一个细节 当下的A股在这种位置 你只要记住一个细节 活下去 活下去 你才有希望 这个时候只要你没有加杠杆 只要你的票没有出现重大风险 我说重大风险什么意思 就是你的票是财务造假的 对吧 还就是其他的一些原因的 只要没出现正统 我觉得还是有希望回去的 还是有希望让你回本的 但是 你起码在这个位置 你小心得什么 得让自己活下去 不要自己爆仓 我一直强调 就是在下跌的过程中 一直强调大家 不要盲目加杠杆 不要盲目加杠杆 你可以 可以加仓 你自己的钱可以加仓 可以继续抄底 但是不能盲目的加杠杆 那么你加杠杆的话 可能 也就是连续几天大跌 你就往你的仓位就完蛋了 就爆了 大家觉得对还是不对 这里为什么我讲要注意的 因为市场我们的A股 风险现在是非常非常的大 不说别的话 因为我们A股市场上 很多的一些造假的 可以说是让股民损失场中 比如说对不对 这个大家应该都熟悉吧 已经爆出来了 你看这种票的话 是不是股民损失场中 如果你持有的是这种票的话 你想想 可能让你血本乌龟吧 从某些意义上来说 大家一定要记住 当下的A股 是属于风险释放期的一个什么 一个关键时刻 有句话说的很好听 物敌必反 但是反要什么时候反 从目前的旁边看 如果说我们的高层 不做出特别重大的一些限制的话 就是这个做空 不做出一些特别大的限制的话 2666这个位置还真不一定顶得住 2444 2440 还真有可能会到 说真的 现在A股下跌 完全不能用技术来解冻 因为技术面已经没用了 对不对 这个位置就是杀什么 就是杀了雍智客了 一旦雍智客爆仓持续往上的话 那他系统风险就进一步的出来 还有就是再往下的话 就到了这个什么 到了这自家盘 所以说券商说 哎呀现在这个自家盘还 问题不大 还是相对安全的 这是2600多点2700多点 但如果跌到2444那个位置 你还说这个自家盘安全吗 那肯定不安全了 对不对 那一旦你跌到这个位置 自家盘一爆的话 那整个市场不就不就崩了吗 从目前的一些数据来看 就是两融的规模 大概还有 还有两点多万亿 还有一点多万亿 一点多万亿 从目前数据看 两融规模还有一点多万亿 但是这个自家盘有两点多万亿 就是说自家加两融超过4万亿 超过4万亿 那你想 那你想如果把这4万亿打爆的话 我估计中国股市将将面临着大的一个股债 最大的一个风险 这个风险可能比2015年还要 还有什么 还要强烈 为什么呢 因为2015年下跌的时候 大家至少还有个希望 正这个高层或旧市 我们在同一期榜线上 至少没有人 是吧 在下跌的过程中在收割韭菜 但是这一轮的下跌中 明显的是有人在配合收割韭菜 也就是说 在巨大的利益的情况下 就是在巨大的一个利益的情况下 他们很难放弃这种下行的趋势 因为你想想一旦这个下行趋势结束了 出现大利润了 出现上涨了 那么他们想要赚了钱是很难的的 做空的 是吧 做空的 这个 帮法对当下的盘面来说 就是最好最好 最有效的一个方法 我在前面跟大家讲过 有人跟我说 这个证券公司 包括欺负公司 现在开了很多的空单 他在空单上面撞了捧板不满 为什么他们敢开这么多空单 他们为什么这么做 其实 我强势的很多事 如果单独从专业的角度来说 我觉得他没问题 他没问题 为什么 本身这个市场就是一个下跌的 一个空头趋势 你看做空最容易赚钱 如果是你的话 从专业角度来说 你会做多还做空 肯定做空 对吧 但是从市场的走势来看 从市场各大股民的情绪来看 是吧 又是非常之不靠谱的 这个说不清楚 最终还是什么 还是利益所导致 对不对 利益所导致 所以我们的股民现在已经是没有办法了 我告诉大家这种情况下 技术也好 还有什么其他方面也好 我们股民已经是没有办法了 尤其是散户朋友们 现在只有一个字 你就是被动的躺 只要你没有加杠杆 只要你还你的票没有出现大 大的风险 别无他法 从周末的情况来看 包括在上一周的情况来看 A股抽点反弹 随时都有可能展开 所以朋友们哪怕你要 跑路 哪怕你要清仓 我觉得大家一定要注意 下一次反弹拉起来以后 要考虑冯钢减仓 因为你冯钢不减仓的话 他冲上去再次像什么 像这个星期以来的一个下跌 你该怎么办 尤其是在高位冲起来去加仓的 那我觉得你的策略 你的方法方式明显的就是不对的 所以大家在操作上面还是要注意 对于中国的股市 对于中国的经济 我觉得大家没必要太过纠结 没必要太过担心 相信高层最终还是会什么 还是会打赢这一场金融战 打赢这一场多空的决战 只不过现在是一个最关键的阵痛期 我们必须要是什么 又收一部分损失 只不在这个 在这个过程中你能够活下去 你什么你现在损失的是数字 最终还是有机会让你活跃的 但是你这个时候一旦出现了 这个爆仓被打趴下了 你可能就真的血本无归了 好这一期视频我们到这里就结束